知名日商 今天清晨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举办了跨世代公益路跑 今年迈入第三届 现场是超过3000人共襄胜举 活动当中只要每人向前跑一公里 主办方就会捐出新台币10元给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而今年一共是捐出了30万元 成绩亮眼 而路跑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赛道上挥洒汗水的长辈们 今年有超过八成的长者已经连续参加三年 透过路跑的赛事也让长辈走出户外 跨出改变的一步